您看 咱们这边的 您好 请问您找哪位呀 我是新来的企划部经理 您好 张经理 我是您的助理 杨玲 我还正打算去门口接您呢 没想到您早到了 咱们是几点上班呀 咱们部门平时是八点半 你这样 你把咱们企划部所有的业务资料 你十一点之前你拿我看看 好 没问题 还有你带我出去溜达溜达 我熟悉一下环境 好 那您这边请 张总 这边是健身房 有有氧器械用吃 同时可以容纳200人 建筑面积大概有1000厅里 这样 我带您到楼上 咱们再看一眼 楼上有中餐厅 冷宴厅 西餐厅 然后咱们楼上还有大型会议室 接待室 会客厅 您看 咱们这边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但是不要联系他 可是他手机一直关机 联系不上 所以 项臣不在 他被大学请去讲课了 大学 谢谢您 再见 再见 谢谢 段经理 那您有什么事随时叫我 好 林叔怎么会在这儿 你好 我是企划部的张阳 你好你好 你帮我查一下吧 那个 咱们今天酒店入住的顾客呀 有没有叫林叔的 没有啊 你确认吗 没有叫林叔的 好 谢谢 谢谢啊 难道我看错了 林叔 你绝不能待在这儿 万一让邓家知道我们以前的关系 那就麻烦大了 太厉害了 姐 这你都能搞定啊 那是 要不怎么能当你的领导呢 你怎么搞定的 你赶快传授一下经验 无可奉告 你不会用的是美人计吧 你以为我是你呀 喂 你好 宣传部林叔 好 我这就过去 企划部什么时候多出来一个张经理啊 张经理 她是邓总的女婿 就是她呀 是该去给人家打个招呼的时候了 等着我啊 走 张经理 你好 我是宣传部经理林叔 好久不见 是你 是我 你不是去美国了吗 我也回来了 你是邓总的女婿 是 所以我觉得 咱们两个做同事不太合适 这五万块钱 你拿着来找工作用 什么意思 想让我辞职 张晏 你曾经抛弃我 一走了之 这么多年 我自己一个人苦苦奋斗到今天 你现在回来了 一句话就要让我辞职 这么多年 我自己一个人苦苦奋斗到今天 对不起 我做不到 其实我这一回回来 也想看看你 希望你 是想看我吗 是想回来继承你孕妇的家业吧 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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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呢 在那儿 你怎么来了呀 你这刚来上班 所以我给你带束花来 真像 谢谢 谢谢 你怎么了 刚来公司上班 就骂下面的人了 没有 没骂呀 你还说没有 看到刚刚那女孩 出去的样子了吗 你还说你没骂 是怎么回事呢 她那资料啊 整理得乱七八糟的 还少了几份 我就说得两句 没骂 我觉得你刚刚来 还是多团结一些同事 少摆一点你的臭架子 我没摆臭架子 什么架子都没摆 知道了 知道了